好,这就是我们在一个叶片来讲 它的一个解剖图 用这个来说明 怎么样,它的运作 叶片运作跟它全身之间的关系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 也蛮需要把这个观念建立起来之后 你以后就比较能够知道 怎么样去变化运用 好,比如说这个是一个 整个一个叶片的一个我们解剖图 立体的,它有所谓上表皮的部分 跟下表皮的部分 那上表皮各位看到 最外面这一层 我们说的叫角质层 角质层我们身上有没有 我们皮肤有没有 我们皮肤最外面这一层 其实就是角质层 所以跟我们人一样 而且这个角质层呢 当你把这个水滴下去的时候 叶片这个水就会流下去 因为它有一个蜡指 在它的角质层的时候 它也是蜡指做保护 OK,角质层下面这一层 白色的就是表皮细胞 同样的在下面也相对有个表皮细胞 跟角质层 这都是作为它里面 叶肉细胞的一个保护层 可以看到这个表皮细胞是空白的 里面没有东西 只有水而已 只有水 但是它保护的是什么 保护着里面这个 这一层 这一层我们称为叫叶肉组织 叶肉可以看到颜色什么颜色 白色还是绿色 绿的 绿的 为什么会是绿的 因为它里面有颗粒 有颗粒 一颗一颗东西 有看到吗 这就是叶绿体 所以最重要的是怎么样 这个地方 叶绿体 在这个叶肉里面 好 叶绿体 然后完了之后呢 它还有怎么样 有这个东西 然后呢 跟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什么 有两个是什么 这叫气孔 这叫气孔 它等于说 把这个模式是 画在下表皮 但是其实上表皮会不会有 上表皮会不会有 其实有的 下表皮也会有 有这个气孔 OK 我们看到气孔 各位看到 这个红色箭头 它进去 然后这个蓝色箭头是出来 进去是什么东西 出来什么东西 水 水 水出来了 水出来了 OK 这个进去跟出来之间 其实蛮有一些东西 要跟各位去讨论的 就是说 它进去的时候 它这边写的是二氧化碳 对 但是对一个气孔 真正开启的时候呢 它其实是整个 我们的空气主成分 都一起进去的 都一起进去 它没有办法说 我在这个气孔 那边去训定 谁可以进来 谁不可以进来 它气孔 只能打开而已 所以是气体进去 问题是 进去之后 谁会被留下来 然后其他的 什么东西会出来 只有二氧化碳被留下来 等于说 我气体是整个 我们的空气 跟你呼吸的时候 一样 整个空气 我自己容忽说80%氮气 20%氧气 然后二氧化碳占多少 二氧化碳占多少 二氧化碳占多少 二氧化碳占我们空气里面占多少 80是氮 二氧化碳占20是氧 都已经没有了 二氧化碳占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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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六感个PPM而已 但是对我们来讲 就觉得说 它需要什么 减氧减碳的 但对主要来讲 这二氧化碳怎么样 有没有重要 对主要来讲 二氧化碳有没有重要 很重要 真的 我们不是都很讨厌它 二氧化碳我们都很讨厌 那一天到晚就减氧减碳 对 现在农业 我们最近农委会在 连农业都要开始进行什么 零综合碳 碳综合什么玩意儿 就是减二氧化碳 但二氧化碳对主要来讲 到底有没有重要 重要在哪里 其实非常非常重要 我甚至于讲一句话说 你刚刚中午有没有吃午餐 有吃午餐 有谁没吃午餐的 都吃午餐了嘛 对 等下下课之后 晚上又吃晚餐了嘛 对 你吃的饭哪里来的 你的饭哪里来 我们加大准备的 午餐加大准备的 我这时候跟学生开玩笑 我说你的午餐是怎样 二氧化碳做的 从二氧化碳做的 其实是有它道理 等一下我们再说 OK 然后再看这边 有一个怎么样 有个叫围管束的东西 有点像我们的血管 我们说到哪边去 我们有大血管 小血管 围血管 分布在我们全身 所以我随便拿个针 随便戳到哪边 都会流血 为什么 那边就有围血管 对实物来讲 同样也是 它有血管 只是它的血管名称叫做什么 围管束 叫围管束 那我们血管 分成怎么样 有所谓的 动脉 静脉 对不对 那我们的围管束 也分成两个部分 木脂部和任皮部 是 一个部分是任皮部 一个部分是木脂部 所以各位看到 它有点像我们高速公路一样 我们高速公路一定永远是怎么样 有北上的路线 然后呢 南下的路线 对不对 除非是单行道 不然的话 所有的路 都是两条 而且这两条永远是怎么样 一个是北上 一个南下 对不对 OK 对于围管束来讲 也同样是这样 各位就要把这个观念建立起来 这个通告 OK 围管束永远也是一样 它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北上的路线 一个是南下路线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北上的路线 OK 各位看到 它怎么样 是往上的 从根部送到我们地上步的 这个是蓝色路线 这写的是什么 水 好 水是由我们根部 或者吸收 还有呢 溶铁以水的矿物元素 我们叫做肥料 所以我们比较简单的一点来称 就是说 它运输的永远不是纯水 它其实运输的是什么水 我把它称为叫做矿泉水 什么叫矿泉水 就是水里面有矿物元素 所以对于我们植物来讲 它吸收的时候 永远它不是吸收怎么样 单纯的水 它其实永远吸收的是 水以及溶解于水的矿物元素 一起吸收的 好 吸收的时候 它走的是木质部的路线 它走木质部路线 从根部都是一样 一路从木质部 从根部到金 然后到叶片 甚至将来有花 有果实 都是走木质部的路线 好 送矿泉水进来 OK 但是呢 可以看到一个红色路线是怎么样 出来的 南下的路线 永远这条高速公路怎么样 有进去有出来 对不对 出来是什么东西 出来是什么 糖 糖哪里来 糖哪里来 糖就是二氧化碳做的 光合作用做的 光合作用 在这个叶肉里面 去进行用 二氧化碳做原料 然后在这个里面进行之后 产生的糖是从这条路送出来的 从这条路送出来的 而且它就是以糖的形式 是以这条形式送出来 OK 好 这边就要注意一下 你看到它的这条路线的 上下分布位置在哪里 上面是谁 下面是谁 有没有看出来 这边这个 这个圆圆的这个 我们说围管树的话 它分成两半 分成上半部跟下半部 三半部是什么 负责送出来的 木质部 各个地方不是 三半部是进去的 三半部是木质部 进去的 进去的 下半部呢 出来的是任底部 所以对我们来讲 尤其是我们的那个 那个叶片 一个叶片 它有点会中间 一个特别突起的东西 有没有 叶片中间 一个突起的围管树 特别大的围管树 像大血管一样的 它其实主要就是它的中乐 我们讲的中乐 就中间的那条 很大的那个围管树 它就是主要的通道 所以以这个来讲 它的周围就分布了 小的围管树 然后一直分布在 整个叶片上面 好 永远的 它不管是大围管树 小围管树 永远它怎么样 靠近上表皮的部分 它都是属于什么部 属于木质部 都是水进来的地方 然后呢 靠近下表皮的 不管是大围管树 小围管树呢 它靠近下表皮呢 永远是任笔布 负责把什么东西呢 把痰送出去 把痰送出去 所以我一直在 我的上课情况都说 为什么虫会躲在 我们的下表皮 虫为什么喜欢躲在下表皮 下面有糖 对 其实就是因为 因为我们的虫 它也很清楚 因为它把它的吸管 它刺进去的时候 它能够在里面 任笔布能吃到糖 它如果是在上表皮的话 它吃的是矿泉水 我一直这么说 在上表皮吃的是矿泉水 那下面它把气管 吸进去的时候 它吸到是糖 那糖为什么重要 它干嘛吃糖 肉量 就跟各位吃饭一样 因为它的能量 能量来源 所以任何我们的生物 其实我们后面 你们会讲的 制作肥药的时候 连微生物它都需要糖 因为糖是我们 这个地球上面 一个所谓能量蕴藏的 一个物质是糖 所以糖对它也很重要 OK 所以各位看到 植物进行了半天 它的这个光草創造成的东西 居然是糖送出来的 把糖送出来的 糖送出来其实怎么样 有了糖之后有能量 然后呢 又糖作为一个原料之后 可以再去怎么样 哇 这进入不同酵素 做出不同的 它所需要的东西出来 包括蛋白质 脂肪啊 氨基酸什么 都可以这样做出来 所以这些非常重要的地方 所以这样我们就把这个 叶片的构造 弄清楚之后 我们再详细看一下 它内部的一些 一些作为 一些运作的情况 能不能知道 这个叶片 最重要的是 进行光草作用 当然你光草作用 是怎么进行的 在什么地方进行 然后产生什么东西 它里面有一什么 重要的元素在里面 这都是值得 我们去了解一下 OK 刚刚看到这个模式图 这个模式图 看到在这个 我们榨栓叶片里面 好多绿色颗粒 我们把其中一个绿色颗粒 把它放大 成这个样子 这叫做叶绿体 所以整个这个颗粒 是一个叶绿体 叶绿体 那叶绿体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成分 叫做叶绿树 叶绿树 叶绿树 然后呢 这个蓝色呢 就是一种液态东西 一个液态 濃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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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濃的东西 好 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呢 好 当太阳光出现的时候 我们发现怎么样 阳光它能够怎么样 照射在叶片之后呢 就开始发生一些动作出现 我喜欢把太阳在这边 我们把它形成是一个头手 太阳当作是一个头手 然后呢 我们叶绿树呢 当作是捕手 那头手跟捕手之间 有什么东西在传递 有球嘛 对 头手永远是投球出来 然后捕手呢 去捕捉嘛 对 那头手投的是什么球 在这边 头手投的是什么球 光 我们说光子 光子 从光 太阳投射出来的那个球 我们把它说说 球是一个光子 到现在我们说 光它其实有波的成分 也有力的成分 就是像一个球一样的成分 对于叶绿树来讲呢 它就有这个能力去 主要捕捉 从太阳投射出来的那个光子 光子 这个光子的能量如何 大还小 大 这个光子能量大还小 大 不得了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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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各位看到这个距离如何 从太阳投个球到它的捕手接到 这个距离如何 不得了的远 不得了的远 但是等到叶绿树接到的时候 其实是对叶绿树来讲是不得了的能量 能量大到一个程度 它甚至会被烧掉 因为太强的能量 所以一个叶绿树接到这个光子能量的时候 它做了许多的一个 我们说碳手山域 什么意思 你接到的时候怎么样 你的手几乎受不住 因为太烫了 所以它怎么样 要做出好多动作 把这个能量消耗掉 它会放出怎么样 放出热 放出荧光 放出灵光 然后放出电子 它做众多动作 是为了把这个能量给它消耗掉 而再讲一遍 放出热 放出灵光 放出荧光 放出电子 这样的能量 它能够让它不会被烧掉 OK 好 当它这样做的时候 就产生一个东西出来的 叫ATP 这个生物能出来的 所以当它接受到 我们太阳光子这个能量之后 它会产生一个东西出来 一个产物 叫做生物能 叫做ATP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 它就是把太阳的能量 藉由我们叶力素呢 转变成一个生物能够用的能量 叫做ATP OK 好 这就是这个阳光跟我们植物之间 这个产生的第一个关系 我们通常去晒太阳 像现在太阳那么大 我们都躲在教室里面 我们不喜欢在外面去晒太阳 对不对 我们晒太阳会如何 我们人的话 我们是感受到太阳的光 它的热 对不对 然后呢 它造成我们紫外线的什么 什么伤害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都要在室内里面 但是对于叶片来讲 它其实晒太阳对它来讲 是一个怎么样 补充能量的一个东西 它可以从太阳那边获得能量 把太阳的能量 变成它自己生物的能量 OK 它才可以这样运作 好 有了这个能量之后呢 好 我们说来推动一个机器 这个机器呢 它是在我们的怎么样 我们的月曆体里面 一个流质的部分 这个流质的部分呢 又非常厉害 非常厉害 它有一个东西 我把它称为叫做天下第一酵素 天下第一酵素 这个酵素是做什么用的 酵素做什么 我们通常我们最近说 谈到什么防保酵素 然后又是什么 我们酵素 像化用的 我们讲了好多酵素 但是 一般我们讲的酵素这个说法 其实不是很正确 应该叫做发酵物 就是发酵物 但是对于叶片来讲 这个倒是不折不扣的一个酵素 而且我把它称为叫天下第一酵素 我们说第一关第二关第三关 第一关如果没有过的话 第二关如何 后面就没有了 对不对 如果你第一关都没有过的话 后面就不要过了 所以叫做天下第一关 天下所有的生物都要靠它过 然后如果没有这一关 后面生物都没有了 你觉得这样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酵素有没有重要 但是你从来都不知道它 你从来都不知道它有存在 但是它居然是 我们天下所有生物 要靠它活着 为什么 因为它非常非常重要 重要到什么程度 各位看到 这就是我们空气中的二氧化碳 就是我们的气孔打开的时候 能够被留下来的东西 叫二氧化碳 问题是凭什么 我们的植物或者气孔 或者说里面的叶肉细胞 或者里面的叶力体 能够把二氧化碳留下来 凭什么 你能够把二氧化碳抓下来吗 二氧化碳现在在我们空气中都有 你随便抓一个来吃吧 你能够吗 你能把它抓得住吗 抓不住 因为它是气体的 但是为什么在这边可以被抓住 就是靠这个天下第一小数 所以它有没有厉害 它居然能够把二氧化碳 藉由它变成一个固态 或者是液态的一个有机器 一个有机器出现 所以在这边的时候 它还是一个气态的碳 但是到这边之后 它就变成是一个流子的固态的碳 最后产生是什么 糖出来了 最后糖就出来了 所以在这边 你觉得这个酵素有没有厉害 哇 而且这个酵素是存在在 所有的植物里面都有 所有的液片 所以 我想开玩笑 一个液片跟一个手机 要选哪一个 我送一个液片 送一个手机 你要哪一个 我们都要选手机嘛 都不会选液片 因为液片太 简直是太不值钱了 但是液片的功能比手机厉害很多 我们手机到现在 没有办法去把二氧化碳变成碳 所以这个蛮好玩的 就是说我们对它了解之后的情况 所以在这个地方 一个非常关键的酵素 它叫做基础第一酵素 它就是能够把二氧化碳怎么样 来抓下来之后 把这个碳拿来做原料之后 产生我们的怎么样 各式各样的产物 所以在这边就有一个名词 叫做有机化合物 有机物 有机农业 请问有机是什么 今天我们 这个标题就是 有机有上栽培 有机我们今天讲的 发现有机到底指的什么 什么叫有机 很不错 含碳的物质 叫做有机质 所以我们有机农业 其实追求的是怎么样 能够含碳的 为什么要讲究含碳 等一下再会说得很清楚 这边含碳 这个碳哪里来 其实就是二氧化碳 所以各位对二氧化碳 今天会有一个怎么样 全新的认识 一般我们的人 听到二氧化碳就是怎么样 摇头讨厌 然后全世界都要去对抗它 但是对一个植物来讲 这个二氧化碳是不得了的碳 因为它才是 我们所有的食物的来源 OK 这个气碳碳 进入它之后 就变成我们怎么样 能够产生我们各种 产物的一个原料 各位看到 它在这个叶片里面 会产生一种东西 叫做淀粉 淀粉它是一个储藏的形态 代表说 我今天是可以怎么样存起来 也可以怎么样印出去 我如果存起来的时候呢 我就把它形成一个怎么样 淀粉的形态 除存在我的业绿体里面 但今天我如果说这个高速公路很畅通的时候呢 放到货柜上去 货柜就是一个规格 这个货柜它可以从我的怎么样 入屋上到达怎么样 物地地 所以我们平常工厂 从工厂生产出产品之后 我就把这个东西放在我的工厂内的货柜 然后货柜车来 用货柜车把货柜拖到港口 然后有量的启动机 能够把货柜吊起来之后 放在货柜船上面 好 上货柜船之后就可以送到全世界去的 这就所谓规格 对于货柜来讲 它的规格其实就是怎么样 货柜 所以在我们的植柜的 我们说它的通道 它的围管树里面 其实走的就是怎么样 货柜 包括从叶片开始 刚才看到 有一个出来的红线 它写的糖就是货柜 所以从叶片 然后到叶饼到金 甚至到根 它用在路途上面 运输路途上面 它都是一个货柜的形式来存在 好 那现在说明 感觉说如果是叶片的话 它怎么样 上表皮是靠近怎么样 我们的物质部是宽泉水泉 下表皮是我们的韧柜部 是这堂 但是到达我们的树干的时候 请问 它的韧柜部 木质部在哪里 一个树干 这是一个树干 那它的韧柜部 木质部在哪里 在树叶 在树叶是三项 但是对一个树干来讲 它怎么分 它的树皮 我们把一个树枝 把它剥开做 分成树皮跟里面的骨头 因为白色骨头 那个树皮的部分 就是韧柜部 然后骨头部分就是木质部 所以树皮是由上而下 还是由下而上 它的路线 它的上面 所以树皮是有糖分的 树皮由上而下 所以我们说树皮的部分 我们把一个树干拔 按时把它剥开的那个皮 它其实是韧柜部 负责送糖到地下部份 然后中间一个白色骨头 这骨头是做什么用的 木质部 木质部是负责什么 由根部送矿泉水 透过木质部到上面去 所以这个部分要搞清楚 在树干它是分类外 在我们的叶片呢 就是上下 分上下 OK 好 所以各位看到 这个观众作用就是 第一个 太阳能把太阳的能量 变成什么样 生物能是从靠着什么样 叶力素 然后呢 把二氧化碳 变成我们的碳水化物呢 是靠谁 跳素 好 最后因为这两个关系 我们就把什么样 产品送出来的 所以 所以从某个角度来看 我们的什么 这个什么 这个浙糖那什么东西 其实包括 加上我们产生的淀粉 那什么 其实我们所吃的 回推回去的时候 回推回去的时候 其实我们吃的是什么 其实我们吃的是太阳能 所以今天因为我们 没有办法直接去利用太阳能 但是我们是靠着植物怎么样 间接地去利用太阳能 所以太阳 又说 太阳跟地球之间 或地球生命之间 其实是不得了的关系 我们其实在 我们其实吃了半天 是吃太阳能 我们吃的是太阳能 只是说我们不能吃太阳 所以我们只好靠液电 去产生这些产品 所以这是很有趣的观念 因为我们吃太阳能 也能吃太阳能 因为已经有点 我们也能跟着